原标题以劳谋著称的他居然在舞台上干傲 公司回应AOA成员金血炫在舞台上干傲 身体量呛等不佳的状况 被迫停止演出 AOA12月15日下午 参加在首尔高丽大学化亭体育馆举办的 宝磊之夜KOREAOPEN2018活动 演出过程中 感觉到身体异常的血旋呕吐 并表现出不是敢表演末尾阶段到坐在地上 最终 血旋在AOA成员们的拆扶下 回到后台队长志明表示 血旋现在因为感冒状态不好 应该不需要太过担心 所属是FSCD&T 隔日就AOA成员金血炫昨日活动形成中的昏迷事件 发表官方立场 以下为全文 大家好 这里是FSCD&T 对昨日15日AOA形成中血旋的身体状态 向大家传达医院方面的详细证断结果 血旋因轻微感冒导致嗓子发炎 在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下 加上场管室内的热空气 造成瞬间急性呼吸症状 立即接受了补充检查 目前身体状况 也恢复了许多经活动主办方确认 活动中使用着用于特殊效果的道具不是火药 而是对人体无害的火花 对于活动 当日没能向大家传达准确的结果表示歉意 FSCD&T方面同时表示 我们会格外注意AOA成员们的健康状况 并再次向担心的粉丝们 志倩金雪旋当日稍晚些时候 通过个人社交网站发帖 为此前自己在舞台上的身体状况 欠佳志倩全文如下 大家好 我是雪旋 昨天我在上台之前都还好好的 因为身体状况不太好 可能在演出过程中 有点吃力演出 本在室内不应该冷的 不过我以后还是会穿得厚实一点 谢谢大家对我的担心 我很想要对许多担心我的粉丝 演出的相关人员 以及所有来到现场的人说一声抱歉 以后 我会以健康的一面呈现出更好的舞台 除此之外 Super Junior成员 李旭也因生病而延期发行个人专辑 Slay Bell表示 预定12月11日下午六时公开的 李旭第二章迷你专辑 Tank Club和Showcase日程延期 李旭7日为了参加MAYAINTERNATIONLMUSICFESTIVAL2018 前往泰国曼谷 结束公演十日凌晨回国的同时 因为高烧症状去了医院诊断结果 是有传染性的A型流感 需要隔离措施和休息 于是立序新专辑 调整到1月2日发行 希望等待着立序个人回归的粉丝们能够谅解 感谢观看